总预算案在立法院遭到蓝白党团联手退回 可能会影响到军公教的加薪 行政院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坦言 总预算没过的话 调薪3%就不能够发 而为了化解僵局 立法院长韩国瑜出手协调 中午邀请朝野吃和解饭 行政院长卓榮泰还点菜 他说想吃温暖的大火锅 中午程序委员会蓝白也并未表决 把总预算交由中午院会处理 释出了善意 不过呢还是跟律委一度爆发激烈口交 连审你们都不审 这个比三还要可恶啊 总预算又遭民众党立委提案 暂缓裂案 让律委爆气开枪 这个叫做泄恨啊 荒唐啊 那就赶快变预算啦 那就赶快来审啊 诺红蓝白联手再卡总预算 国民党立委也忍不住 请不变我们要怎么审啊 从边啦 中二程序委员会再度炒成一团 上周蓝白表决封杀 这回再战终于取得关键性突破 蓝白不再坚持 毕竟立法院长韩国瑜 周五将邀请朝义党团吃炖和解饭 但在野也质疑 沟通明明是执政党的责任 现在却又甩锅给韩院长 上周五咖啡很温暖已经喝过了 本周五希望有更痛快的大火锅 他们只愿意找韩国瑜嘛 把其他在野党党团当空气 我不会把它看成是和解饭 持反预算重编一码归一码 但钥匙一直卡关 军工教明年调薪3% 恐怕暂时领不到 那这3%要等通过才能再补花 当然每一个人期望是 越早拿到也好 总预算审查露出曙光 还要看卓奎周五端出来的菜色 蓝白买不买单 记者黄洋越达台报道